为什么士兵不能够捡落在地上的枪使用? 老兵告诉你,后果有多严重。 在战场上,主角在没有武器的时候,经常捡起地上的枪支,然后开始疯狂的火力输出。 但是真正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就知道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千万不要使用敌人的武器,后果绝对比你想象的要严重。 一般不同的部队使用的枪支是不一样的,而不同的枪支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,我们没有使用过枪支所以不知道,士兵们对于自己的武器却是非常熟悉的。 有时候,在不知道敌人在哪个方位的时候,士兵们就是依靠武器的声音来辨别的,所以你一旦捡起敌人的枪支,那么有军很可能就会把你当敌人给打了。 有人会说,难道他们看不出有军跟敌人服装上的区别吗? 战场上,实际是非常重要的,往往是还没有看到人,就已经开枪了,所以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。 而且双方使用的弹药口径不一样,后勤上也无法有效供应。 除此之外,有时候敌人非常狡猾,会特地将武器放在地上做陷阱。 一旦你上前把枪捡起来,很可能就中了圈套了,不过这些在抗日时期就没有那么讲究了。 当时八路军如果不把日本的武器捡起来,根本就没有枪支使用,所以特殊情况,特殊对待。